Samsung剛剛在全球發佈了三部中價手提電話 包括了A52、A52 5G和A723 不過在香港發售的只有我手上這部A52 5G 而新機亦即時來到香港 一起看看這部新機有甚麼賣點 先看看外型 作為一款中價機的外觀和質感 當然不可以與旗艦級的S21 Ultra相比 但看看它的機背 用了磨砂設計 亦有幾分S21的影子 手感不錯之餘 亦不容易留有指紋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它的鏡頭位 雖然有少少突出 但它用完全相同的顏色 好像一體成型的感覺 感覺其實都頗討好 機身正面設有一個6.5吋的Infinity O屏幕 不過又是那句 作為一部中價機 相比起旗艦級的機款 難免可以見到邊框是比較粗的 不過這個屏幕也有一個 接近旗艦級基本的賣點 就是第一次在A系中價機中 加入了120Hz的屏幕刷新率 對於打機有要求的用家來說 絕對是好消息 另外一題就是新機設有一個IP67的防水防塵功能 雖然防水防塵好像在手提電話很普遍 但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就會知道Samsung 或是其他品牌的中價機款 其實都很少有這個級別的防水防塵功能 算是一個額外的賣點 這部新機設有四個鏡頭 包括一個6400萬像素F1.8光圈 光學防手震的主鏡頭 現在試試給大家看看 500萬像素F2.4光圈的景深鏡頭 1200萬像素123度視角 F2.2光圈的超廣角鏡頭 最後是一個500萬像素F2.4光圈 40mm的微距鏡頭 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距離比較遠 都是會蒙 可以放到這麼近才能拍到 對手機的超廣角鏡頭 可以看到 對手機的超廣角鏡頭 對手機的超廣角鏡頭 可以看到 對手機的超廣角鏡頭 對手機的超廣角鏡頭 不過有一樣東西其實是比它好 就是它可以支援外置的Micro SD Card 最高還支援1TB容量 比起不可以插外置卡的S-Guide Ultra 它就比較方便 亦不會那麼熱怕爆容量 這部最新的A52 5G將會在3月24日開賣 售價是$3998 其實近年Samsung的A系電話 都被人覺得性價比挺高 今次我最欣賞的 就是它連旗艦級的120Hz屏幕 都放到這部新機身上 如果大家真的不想花太多錢 買旗艦級的機款的話 這部中價機其實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下小鈴鐺